哈哈哈哈 差一點 好 再一次 來 我來一下 來 對 放一下 來 來 過來 對 來 來 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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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去去去 欸 勉強 勉強起來了 欸 過一了 等一下 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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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萬 廣場 至 email 廣場 、廣場 大家好,我是乖伊博士阿冠 我今天來到中台灣的 SDC台灣失控安全駕駛這邊 甩掉一身的煤氣 順便學習一下新的技術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教練 仁哥 嗨,大家好,我是王俐仁 請問仁哥從事飄移這項技術多久了? 我從事飄移這項賽車運動技術 大概有18年的歷史 18年耶 等於我成年的時候你已經開始在甩了 對對,沒有錯 那仁哥今天預備要教我們什麼樣的東西 我看其他網紅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上一些行前教育 那些教育一定要上嗎? 一定要上,因為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我們失控有分很多的種類 但不是只有甩尾這項失控而已 不是只有oversteer 我們其實有很多推投啦,甩尾啦 甚至一些例如說外力啦,機械造成的因素 造成車輛會失控 要先知道我們的車失控那一當下 是什麼類型的失控 怎麼樣去判定它正確的操作 要能把車輪救了 所以說我們要先了解 必須先上課 在實際上的操作 我們今天上課的時間會很長嗎? 就是一天的時間 當然要看說你一天裡面能夠吸收多少 就是一人而已的 也是要看知識就對了 相信你一定很難得說的 這個是對每個都這樣講的 你只好被發現了 不要這樣子,我們還是要講實話了 我們有初階、中階跟高階的技術 但是我們建議最少學到二堂老八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四條輪胎 我希望就這四條輪胎 就把這項課程給結業 那大家就看看 我有沒有辦法完成 我們先帶你體驗一下 學習飄移這項技術的最後一關就是追走 我們兩車在追的時候 後車追前車 後車要做到的就是模仿前車的路線 講了這麼多 直接讓教練帶著我們實坐最快啦 你就帶我體驗看看好了 好,走,Let's go 好,要開始了,要開始了 好,來,Go 好,來,Go 我們練習控制自己的車可以做到反應 做到直覺來控制自己的車輛 因為我們在控制自己的車輛的時候 是看著對方的車控制自己的車 所以對方角度不夠,角度太多 其實我們在比賽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他有是比賽 那我們就要先做反應 才不會做反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学到最后就是要把自己的车控制在 像自己的手脚顏色一样כn 任何的角度、任何的状况、任何的速度 都可以去配合到 馬上就可以做出反应 這是我們對於車輛掌控性的重要性 你也可以嗎? 我現在有點說不出話了 哈哈哈哈 來我們就來換野馬上場 大家想要看野馬嗎? 要換我了 哈哈哈哈 OK 仁哥帶我們甩完了 其中一台教練車 這邊已經完全像鋼絲一樣 就像我寶石節要換輪胎的徵兆 以這個狀態來講啊 我如果再去摸它的話 它有可能就直接爆胎 前前後後大概5分鐘的時間 輪胎就沒了 不要摸台前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要甩野馬了 這台車的防滾龍還沒有經過測試 我自己測可能不準 所以我請了專業的來幫我測 到底有沒有用 那我們來測測看吧 不要翻好不好 可以不要翻嗎 哈哈哈哈 聽說野馬它不用關什麼循跡 它就甩得起來了 也是一樣我覺得 都開的情況下 你在以測瓦的時候 電腦一定會主動性的幫你把鋼管切斷 這是一個主動性的安全幫助的情況 你可以給我個心理準備嘛 就是我們要開始的時候就這樣 有沒有油門不見了 他就密都不見了 我們現在再試把煳網關掉 好 現在是ra分掉煳網了 我們來試一次 還是有稍微的介紹 你會知道怎麼樣才能把它全關嗎? 不然我們來call out 一下好了 各位觀眾 我們遇到一點技術問題 我們先解決一下 等我一下 好 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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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自己跳 1 2 3 中 現在在你身上是轉 站什麼樣子 好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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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中山 好不好 等一下就換你實作囉 有暈的感覺嗎? 有一點 加油 好快 現在心情怎麼樣? 我剛剛騎在裡面有點想吐 自己的車在甩真的很不真實 現在要換我了 好與不好都幫我分享一下這支影片 我在用生命在拍片啊 出發了 我好緊張喔 不要緊張 有我在旁邊 好 方法定數不要動 好 1 2 3 油門 撞載 沒有 撞載完就沒收了 1 2 3 撞載 動不動不動 有沒有看到好不好 這個 沒有 沒錯喔 好 下一關我們要教的就是 目標的步驟 注意看啊 我們繞車的時候 我們離他一個車身的長度 幫忙往內修油門就給 1 2 3 GO 好 喔 還不錯 好不好 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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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來,快來. 來,快來,快來,回不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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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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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回. 剛剛Yama,第一條台已經甩完了,現在已經健康師,準備換台,再甩的這個過程,不太順利,一開始我在做起飄,結果馬上到了定員,但是剛剛教練有講,Yama這台車比較長,比較困難,我們剛剛又再試了一下, 怎麼把循跡完整的關掉 花了一段的時間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野馬的循跡怎麼關呢 你先切到P檔 切到你要的模式之後 把循跡往上撥10秒鐘 才會真正的關掉 剛剛試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盡人意 我覺得下一條會更好啦 但剛剛教練有說 86比較好甩 我現在就要來印證一下 所謂定員是怎麼樣 是那個繞那個三角錐嗎 對 你要繞那個三角錐跑 那我剛剛就是怕撞到那個三角錐 結果剛剛仁哥說 你把他撞爛的 輾過去 你的車都不會受傷 後面我才比較好一點 剛剛影片可以作證 不是怕他壞掉 是怕我車撞傷 這個理由可以吧 可以 我們要去甩86 走 來 問題在哪裡你知道嗎 還沒有起甩你就翻了 這時候你都會失誤 等到屁股摔在那一剎拉才上來 擺受屁股摔起來 對對對對對 我們來的 好 所以 來 再一次 好 我 沒 這 不 各位觀眾!我學會了!來!小燦你站中間!確定!確定!絕對不落口!來啦!站好!相信你喔!可以的! 每次段落成功,學會就是這樣!挑戰成功! 教練是讓你成功的捷徑啊!一定要找教練!想要熱血的話,這邊有合法的場地!真的要來!SDC!台灣!失控!安全站!對!沒錯! 不要看我這樣很狼狽!其實會的感覺蠻好的欸!但是我剛剛在做什麼我不知道! 吵死動了!這怎麼那麼死動了!我覺得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基主功馬上正甩OK之後,逆甩很快就可以達成!我們操作方式是一樣的!方向不同,關係不同而已! 下一課我們要做的是大圓!完美光頭裡面喊在把妹那一頓!他不是繞著那個車一直甩嗎?那個車大概就是我們怎樣會擺的距離! 這一段你如果學會的時候,你就用這一招來把妹了! 我就可以要電話了!耶!沒錯!就是這樣子! 好!我想要電話!那我們準備請仁哥,教我們怎麼樣! 大妹! 仁哥來示範一下! 你要電話嗎?他要看一、二、三! Go! 被揭護了! 唔 như vậy tá! 樹ocalyptic更新衣服! 穩定了! 有沒有檔 justice o! hmm! 放鬆 放一下 來 很好 很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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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很好 穩住 穩住 穩住喔 飛到喔 帥哥喔 OK 好 飛到了 我們進行下一節課 越來越厲害囉 下一節課要做的就是 大小圓變大 大小圓變大的訓練裡面 我們要做的是 除了小圓大圓的路線應用以外 首次會進行 光景英勇 一 二 三 三 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放下 來 來 來 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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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去 去 去 勉強 勉強起來了 雖然有點醜 但是有點達成 經過剛剛大小園 坦白說我真的累了 課程上起來真的沒有這麼輕鬆 大家可能覺得甩甩尾 你看我們家畫園很簡單 它真的是一箱運動 腎上腺素有點退了 開始呈現在疲勞的狀態 86真的比野馬好甩很多 那是設定上的問題 86它的輪胎 我們設定的比較小 野馬是用275的輪胎 對新手來說275確實有點硬 最硬太好 油門給多它才甩得起來 但是甩起來之後 它又會特別的滑 加上野馬的車重又重 油門要控制並不是這麼的容易 對新手來講 建議是用我們 中央的車輛會比較容易上手 這時候再拿野馬來甩 你就會覺得 比一開始你在適應好很多 待我回台北的時候 油門的採法應該就不一樣了 一般人開車使用的油門 會比較全油 然後全收 比較猛爆的開車方式 在賽道的方式都是這樣開的 但是甩尾不完全不同 你要根據車輛的角度 速度的移動 收放你的油門 要很精確的 油門太多 車就是病 太少車就回正 把車控到人車一停 油門必須要操控得非常好 什麼時候該放 什麼時候該抓 什麼時候該調整 這才是重度 小腿這邊會痠 因為你第一次來上課 車輛的控制 必須要很繃緊的聲音再開 但是你學一段時間之後 油門的控制也不會那麼刺激 你就會享受漂泥帶的樂趣 請問人哥 我們今天課程大概上了幾堂課 從一開始的起甩到正甩定追 逆甩定追 逆緣定追 下一步就是第六課 大小圓變化 做完之後就是逆的大小圓變化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要在一天之內結業 有難度啦 真的有難度 就我今天親自體驗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感受度很好 對車子上面的認知 還有油門的控制 要再更細膩一些 我覺得這是我今天學到最多的地方 我們的課程裡面也蠻多職業車手來參加 像一般車手來說的話 一天撈八絕對沒問題 但是如果說像以今天的表現來講的話 算不錯 算中上的 表現上可圈可圈 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人哥 邀請我來體驗飄移課程 受益良多啦 如果大家真的有這個想法或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問SDZ的粉專 對 我們FB有社團 會有專人跟你講解這些課程 聽說現在來學的學員也是蠻多的對不對 對 蠻多的 大概一個月前要預約 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野馬也看過了 也看過我甩86了 不要再一直叫我甩野馬了 很累 真的非常非常累 不知道你們今天看得滿不滿意啦 總之我是甩得很心滿意 好 那影片到這邊也差不多告一個尾聲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寶貴意見的話也在下方留言處告訴我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還有人哥的IG 持續的去追蹤SDZ的粉專 對 沒錯沒錯 我是怪異博士阿冠 他是SDZ教練王育仁教練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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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怎麼回到這裡 開啟小鈴鐺 入口